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手。 一说到夏天,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?当然就是海边啦,阳光沙滩,比基尼美女,冰爽的夏日特影,刺激的水上运动,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无法全新工作,突然好想关到电脑,订好机票和酒店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夏日之旅。 嗨,早知道就不看夏日冲浪店了,现在满脑子都是浪,夏日冲浪店是国内第一档冲浪生活体验清凉综艺。 王轩,寒冬军,黄明浩,乔欣来到海南万宁,在冲浪圈大神,田乐,大雄,西哥开设的冲浪店里面做学徒,用21天时间边学习冲浪边经营店铺。 虽然节目的经营模式比较的老套,但是冲浪的题材还是很新颖的。 虽然其他的综艺节目也有过明星冲浪的画面,但是以冲浪为主题的蹲着还是绝无仅有。 更何况,大多数的观众对于冲浪还是较为陌生的,几乎接触不到。 更何况,他们第一期嘉宾就请到了王一博。 王一博真的是个极限酷盖,不管是街舞,滑板,赛车,摩托车,每次都能带给大家惊喜。 刚到冲浪店就给大家秀了一波滑板,展示了绝佳的平衡感。 节目中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,他不仅第一次就能够成功上板,而且还能够板上转身。 这天赋连教练都忍不出夸奖,不愧是你哦。 王一博在夏日冲浪店玩得很开心,有一种像是正在度假的感觉。 不管是海上开不合庭,还是第一次滑板冲浪,王一博都玩得很溜,一次就成功。 不愧是天赋型的选手,而且与黄轩、寒冬军、乔薰以及黄明浩都相处得十分的融洽,都舍不得王一博离开呢。 无奈工作安排的缘故,王一博也只能录制到这里,让人感到很是可惜。 虽然王一博在上期的夏日冲浪店与观众们以及好友们说再见了,但是高兴的是, 今日官方放出来的微博的视频中仍有王一博、黄轩、寒冬军、王一博、乔欣、黄明浩、钟楚欣坐在了庭院里面聊天, 其中寒冬军、王一博说到了他们的共同兴趣乐高。 王一博高兴地表示自己去过乐高总部,但是却被黄轩问乐高总部在哪儿的时候却被问到了, 因为这个王一博忘记了地点,随后寒冬军开玩笑着对黄一博说, 吹牛吹大了吧,而其他人也是吃怀疑的态度,面对黄轩、韩冬军等人的怀疑, 王一博先是表示自己有照片的,然后一直低头翻手机找当时拍的照片来证明自己没撒谎, 虽然用的时间有点长,但最终还是让王一博给找到了, 自豪地拿给了韩冬军、黄轩等人来看。 看完图片的韩冬军从原来的怀疑态度反转到了, 恳请下次请带他一起去,非常的可爱了。 其实,王一博忘记乐高总部是在丹麦是可以理解的, 毕竟最近王一博的工作真的太忙了,几乎是连轴转, 连休息时间都不太充裕,再加上那一期天天上上, 去乐高总部也已经时隔一年多了, 但手机里仍保留一年前去乐高总部的图片, 可见王一博很是珍惜去乐高总部的旅程, 同时也说明了王一博真的是很诚实的大男孩, 希望王一博继续追寻自己所热爱的并且有所收获, 也希望让王一博多参加类似于夏日冲浪点的综艺吧, 不仅冲浪玩的溜,水上摩托也能够开得飞起, 没错,他就是这个海里巴最乘风破浪的boy, 来了夏日冲浪点以后,王一博都变得完全放开了, 刚来的时候还有点拘谨,不太爱说话,很酷,很高冷, 结果完了两天以后就彻底打开了自我, 都变成了画牢了,让人插不进画了,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,他完全被冲浪给迷住了, 当其他人都还在睡懒觉的时候, 他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韩东军去冲浪, 感觉在夏日冲浪点当中啊, 王一博已经完全放飞了自我, 在为第二天冲浪选择变装的时候, 各种奇葩造型换着来,毫无偶像包袱, 快来接收一下王一博的可爱暴击吧, 最终在变装冲浪赛的时候, 化身野人冲最野的浪做最野的裤盖, 彻底享受冲浪带来的刺激感, 快乐的时间总是销顺即逝, 当听说几天之后会有好浪来的时候啊, 王一博特别兴奋, 无奈因为行程安排无法继续追浪了, 满眼的可惜, 离开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有多么的不舍, 在跟大家一一告别的时候啊, 眼眶都红了, 感觉他都快哭了, 其实大家都懂他是多么的不想走, 不仅是王一博, 连逗姐都觉得非常可惜, 超级想看他挑战巨浪的有没有, 强烈要求他作为返场嘉宾再来一次, 除了王一博, 夏日冲浪店的固定嘉宾也非常有梗, 佛系代资禁组的黄轩, 青梅竹马韩东军乔欣, 铁憨憨黄明浩, 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, 目前为止成员之间没有撕逼, 也暂时没有经营带来的压力, 有的只是冲浪带来的热情和魅力, 一切都还是美好的样子, 希望之后也是如此哦。 吃瓜不停, 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 拜拜。